POP大国民学策 大家好 我是周伟员唐凤 2016年是台湾的地方创生元年 我们要透过全民参与 凝聚各地共同的愿景 来发挥地方的特色和价值 请问大家 地方创生这个战略 主要希望解决的是国内的什么问题呢 一 都市人口的过度集中 二 偏乡的高龄化和空洞化 三 城乡资源分配不平均 或者四 以上解释 POP大国民学策 大家好 我是周伟员唐凤 跨国科技企业Google 宣布将在台湾购买太阳能电力 来供应台湾资料中心的营运用电 这个也是整个亚洲第一次的再生能源交易案 请问Google所购买的太阳能 主要来自哪里的太阳能面板呢 一 台南的余温 二 台北的101大楼 三 玉山的山顶 四 嘉义的外山顶州 好欢迎回到POP大国民六点到七点钟第二阶段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蔡志平 各位透过脸书的直播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场景很不一样 没错 我们今天不是在电台里头 我们是把场景拉到了行政院 在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的办公室里面来跟他访谈跟他聊天 来请唐凤正务委员跟大家问好你好 你好 哈啰我是唐凤不用讲什么政务委员啊叫我唐凤就可以了 呃这个我刚刚跟唐凤碰面的时候呢难免要寒暄一下寒暄的时候呢我小的大部分人寒暄都说啊久养久养 我跟唐凤呃说我的久养是真的久养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我在媒体的老朋友好所以他们呃常常会讲他们的小朋友的成长的故事那我那时候就对唐凤很有影响不过他那时候还是很小哈对可能30年 哈哈哈所以今天看到呃唐凤呢真的有一种很特别的亲切感哦一方面呢呃我对他成长的故事充满了好奇但是很多人有从媒体上 看到很多他的相关报道了然后也看到他2016年进到这个这个政务官的呃体系里头然后发挥他的所长所以我想今天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可是我还是要稍微聊一个大家过去都聊过但是当做我们今天访谈的一个开头啊过去这样子这么长的一个在呃体制内呃挣扎然后最后选择自学然后自己走出这样这样一条路这样子一个成长的过程会不会让你在整个的这个这个政务官体系里面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跟他们 在之间有些讨论的时候总是难免有一些格格不入就大双方觉得都觉得呃应该这样讲就是政务委员这个职位是比较适合我这种就是每一个部分都学到一点但是并没有受一个很正规的好比像说某一个特定的细索这个五年七年的这种教育因为政务委员本来就是要调和各个部会不同的价值嗯每个部会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嗯 经济部有经济部有价值文化部有文化部有价值嗯教育部有教育部有价值所以当这些部会之间彼此踩到线或者有一个新兴的事情像电子经济出现然后每个部会对他看法都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政务委员需要发挥功能的时候所以应该可以讲说如果让我去当一个部长的话 那也许就会格格不入但是因为政务委员专门就是负责协调跟沟通所以反而这样子六年读了六个小学啊这样子的一种呃做法其实是比较适合去跟各种不同背景跟领域的人来讨论所以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讲正因为你的某一种角度的呃格格不入所以对每个部会某些问题思考到一个程度瓶颈的时候就觉得唉这个格格不入的角度好像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点可以打开一条新的可能对因为其实我们说创新就是说跳出框框思考嘛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那这个其实就是格格不入的另外一种讲法 就是你不要进入本来的那个格子里 所以当部会需要创新的可能性的时候 他就会来找我们办公室 我们办公室其实有个名字叫 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对 就是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PEDUS 那所以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踏入这个空间的 本来就是要接受一些空间之外的想法 我记得你刚刚上任的时候 还有一段谈话 似乎引起了大家一些不太意见 不太一样意见的一些冲突 还有一些对话 就是说是不是政务委员就一定要 政务官就一定要在办公室里面 或在一个框框里头上班工作 但你晓得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就是说因为大家总觉得说 那上班就是八小时做完 打卡下班 但现在我们在企业界做事 我们也知道 这也不太可 能够用这种方法了 可是公务体系毕竟是公务体系 那两年多下来了 基本上这个部分 你适应了吗 他们也适应你了吗 对 其实人事行政总处 本来在多年前 可能2013 14年 就有过一个函 说只要任何公务员 包含正在听广播的各位公务同仁 只要你的工作跟网路有关系 然后你的老板同意 你就不受工作时间跟地点的限制 所以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函 那这个跟我们2015年 劳动部的所谓的电传劳动的 那个解释令的意志是相符合的 所以我想澄清两点 一个是说这个是本来体制内就有的 只是很少人知道 然后很少人说服他的老板去用 然后第二个是说 当时这个我远距上班这个新闻出来 大家都报道成在家上班 我几乎没有在家上班 所谓远距的意思就是说 我会环游台湾到每一个不同的偏乡 甚至是离道 原住民族这些地区 那实际去在那边跟大家开会 开会的同时透过视讯的方式 让台北的各部会的朋友们 不需要跟着我去可能花莲啊 或者澎湖啊 或者金门啊 就可以实际倾听在地民众的声音 我们说见面三分情嘛 那所以透过视讯这样子 远距跟十二个部会连线 至少也有个两分情吧 所以这个是我创造出的一种新的工作方法 那这样子的事情 目前公务体系已经很习惯了 现在很习惯了吗 是 我们目前青年咨询委员的巡回 社会创新的巡回等等 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在办理 它有用到更高层次的 这种政务的对话跟沟通吗 我所谓政高层次 比如说像院长 副院长 各部会的首长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对话吗 是的 可以 之前在赖清德院长的时候 其实像我是社会创新巡回嘛 那他就前瞻基础建设 跟就就是长照的议题 也是在全台湾巡回 所以这一套做法也不能说是我独创 因为当赖清德院长还是台南市长的时候 他就透过所谓的公民会议的方法 在台南市的各区做这样子的巡回 所以可以说是 我们目前能够做的地点变多了 因为我们4G网络的普及 然后宽屏作为人权 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地点都可以去做这样子的直播 那所以这点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能够去的地方就不是只能关在办公室里 以前只有在办公室里才有光线网络嘛 你才能这样子 所以现在是可以我们去部落 而不是一定要部落来时一会 我觉得我刚刚为什么这个话题多谈一下 就是因为它的确是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我们说民主政治的一种新的实践法 但是马上就另外一个问题了 整个过程都这样做透明的时候 会不会也对于整个的习惯于 传统民主政治的这个政务官来讲 还是有点不习惯 因为我必须要全程都得面对大家 甚至连中间聊个天讨论的时候都是透明的 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 其实我们这个在议会里面 特别是像在立法院 关于好比想说党团协商到底要不要直播 之前也有过非常多年的讨论嘛 那当然我想台湾的民主已经走到一个地方 就是说大家现在可以了解到说 任何只要具有决定权的会议 那那个会议大家就应该要知道这个会议的过程 而不是只是它的结果而已 所以不管党团协商也好 司法改革那边司法院也好 那当然包含我们行政体系 我们是说在事前的这些筹备准备的工作 你搞阶段这个倒不一定要公开 但是当你做成实际决定意志的那一场会议 我们会尽可能的把这个过程 而不是只是结果告诉大家 它的好处是这样 它的好处是说如果大家只知道结果的话 那不免就会脑补 脑补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会去推想说 为什么行政院要推动这样子的政策 那而不是只是说 我看到行政院这样子的政策之后 我就大家就遵办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威权时代了 大家一定都会说 那行政院到底为什么要做地方创生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在地方创生 好比像说 对于我们青年咨询委员 有逐字稿 有一个完整的Q&A 所以大家对地方创生 有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 你只要在搜寻引擎去找 地方创生座谈会 青年咨询委员逐字稿等等 甚至关于你关心的那个问题 好比像说原乡的发展 到底跟平地有什么不一样等等 这些你都可以直接在网络上 立刻就透过搜寻引擎找到答案 所以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不会让大家有各种揣想 阴谋论等等这些空间 大家在执行地方创生的时候 就可以比较在一个完整的脉络里面 你见到政务体信任 也有两年多了 对不对 我很好奇 这两年多下来后 就你的观察面 这一套民主透明的机制 是每个部会都很能够适应 还是有一些部会的确是因为他的文化 或他的一些决策的方式 他们适应上会比较辛苦 那这个困难要怎么打破 对 其实除了所谓的远居上班之外 我加入内阁当然还有另外两个条件 一个是说就是我是完全出于自愿 我的办公室是有每个部会 他可以派一个人过来组成的 所以有派人过来的部会 表示说他愿意来试试看这套方法 如果没有派过来的话 那就不一定 所以理论 所以他们不是得派人过来 是可以派人过来 对 就是说他们也不会派超过一个人 所以理论上我们办公室 可以有32个朋友 对 那目前并没有32个人 大概只有十几个部会有派人过来 所以我们只要看哪些部会 没有派人过来 就可以知道说 他可能不是非常非常习惯 那举例来讲 像陆委会或者是国防部 那目前我跟他们的接触 就相对比较少 那但是好比像说文化 教育 内政 外交 这些 本来就是做的事情 不怕人知道 实际上是怕人不知道 的这些事情 那这样子 他们就很愿意用开放的方法来沟通 好 但是从一个我自己学 政治人的资深媒体的角度来看的话 开放终究是一件好事 但是它是构成了很大的挑战 可是正因为这个挑战 所以会使得民主政治的某一些 过去的瓶颈 尤其是从直接民主角度来看的话 很不足的地方 会从这边得到很大的一个弥补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 POP大国民化 今天六点钟到七点钟 我们的场景是在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唐凤委员的这个办公室 我们跟他一起呢 来聊聊 从刚才前面一段呢 谈到他进到体制内 担任政务委员之后呢 怎么样透过数位网络的这种透明民主的方式呢 来逐渐的改变一个政治的文化 我们这一段来聊一下 刚才有特别提到 2019年 这也是今年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2019年的地方创生元年 对不对 那可以稍微解释这六个字的意义吗 虽然你刚才带到了说 赖金德前院长在台南做的一些事情 是的 好 其实地方创生这四个字 代表了一个意义 就是说 它这个创生是从每一个地方 自己凝聚自己的愿景开始 台湾在历史上中央跟地方的关系 其实一直是慢慢从中央完全集权 然后变成现在每个地方 尤其是六都 自己可以去管理自己的财政跟愿景 那但是呢 在六都之外的 尤其是高达这个全国面积66% 但是人口数只有10%左右的这134个 就是偏乡原乡等等的这些行政区 大家都面临了包含人口外流 然后以及人口结构这个空洞化 然后以及主要就是说 它在地方的这些文化的传承 没有办法吸引年轻人回来的这件事情 但是呢 如果年轻人过度的去往六都集中 那生育率就会下降 这个我们在全世界都看到 所以说这个创生这个生啊 同时是地方要产生出新的生机 但是同时也是生育 所以不用创新 用创生 创生 所以它同时是一个产业政策 但是也是一个人口政策 好 所以既是一个产业政策 也是一个人口政策 那产业政策的项目会集中在哪些呢 是 产业政策的项目基本上是集中在 大家在每一个地方去凝聚出那一个地方 想要发展怎么样子的 游下往上 游下往上 他们了解地方的特色 所谓的地方品牌 那这件事情其实跟以前各部会的做法都不太一样 以前各部会呢 每一个部会有一些奖励地方的一些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交通 教育劳动文化部等等 都有非常非常多 包含农村再生啊 包含大学社会责任实践啊 等等这些计划 但是呢 他们所针对的 大概就是在地的产观学颜色里面的某一个部分 但是比较不会有这五个部分 加在一起 然后凝聚出一个共同愿景来提案 所以地方创生并不是一支新的计划 或者新的经费 它是从所有现在这些部会的计划里面 去抽一个固定的比例 目前是10% 然后呢 去说大家只要凝聚出一个共同的愿景 我们就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说 我们鼓励中央的公务员回到地方 透过像我这样远距办公的方式来办公 这样他就可以把中央的政策的脉络带到地方去 那第二个事情呢 是说在大家凝聚出共同愿景之后 随时可以提案 不用说每年的2月提案 每年10月提案 每年怎么样 而是随时提案 随到随省 那他提案的方法也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说 你不需要去跟特定的部会提案 而是你直接找你的区公所 然后你的区公所去帮助大家参观学员室 一起开一个愿景的凝聚的共识会议 在这里面只要有凝聚出共识之后 里面跟这个共识所相搭配的这个提案 那么国发会作为最基本的这个辅导的部会 就会去帮助他 你去找到该有的部会的这个预算 那为什么这一套是可以work是因为 其实所有这些部会的预算 绝大部分都是国发会在负责审议 所以国发会现在可以说 那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子一套做法 不要用各部会分别的审议流程 我们有十分之一的钱 是用这样子一种愿景导向的审议流程 大概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 所以即日起 你就可以先打电话当你的区公所 尤其是如果你是这134个优先推动乡证的话 就可以开始召开自己的愿景婚姻 好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说下面基层这个部分都照你的想法做 可是因为刚刚特别几度提到区公所 那怎么确保到区公所这一块的时候 第一个它是效率 第二个它的能够准确的反应 所以你们有什么样的机制去鼓励或者激励 这个区公所扮演这个连结角色 是 当然首先就是说 其实各个区公所都相当了解 那个地方碰到的困难嘛 争结嘛 主要的问题还是说 从区公所的角度来看 它不一定能够协调掉那么多的地方的局处 然后以及这些局处不一定能协调到那么多的部会 所以目前的做法 除了所谓的公务人员任养故乡啦 就是公务员回到故乡来办公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辅导团的机制 那这个辅导团就是由行政院的地方创生汇报 当大家收到这个区公所提出来的这个愿景之后 那么这个区公所所提出来的愿景 就会变成各个县市政府 它这个媒合的服务提供对它的标的 所以当你提来 中央一看到之后 那中央这边就会拨资源 让地方去辅导你 大概是这样做的 那这个所谓的行政院地方创生汇报 看起来它是一个平台 对它是一个平台 是由国发会作为幕僚 然后由院长亲自主持 然后它多久一次呢 它事实上这个汇报它是 就是作为policy 所以它大概是一季左右 那但是呢 这些提案倒不需要等到汇报 它是随到随省 对随到随省 那从他们开始 你刚刚说从2019嘛 就1月1号开始 那照你的预估了 最快能看到汇报会处理 这个大概在什么时候 其实这个在之前 已经执行过一些事的pre-run 当时叫做设计翻转地方创生 那是由国发会自己的经费 来执行的 所以我们目前呢 其实已经看到一些 还不错的一些案例 那国发会目前正在 终整这些案例 变成像是SOP一样 让大家知道说到底 愿景会议是什么东西 到底要怎么样凝聚共同愿景 碰到地方没有共识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处理等等 所以这个东西出现之后 我想大概是在第一季左右 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具体的案例 然后大概到三四月吧 应该就会开始办一个成果交流站 那每一年的成果交流站 就会变成下一年滚动检讨的这个基础 包含刚刚讲这个10%的预算 是不是要再增加等等 都会在每一年的滚动检讨里面 套过成果交流站跟大家来沟通 好 这里面又会介绍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过去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 它就会有时候都有一个风险 就会变成说好像都是政府在补贴 但是你们的想法 这样听起来显然不会说 到时候是要靠政府一长期来补贴 一定要让他们自己变成一个产业 那可产业有产业的一些规则 比如现在到市场行销 市场的这种主动的这种资本主义 资本的这种移动等等 这个要怎么去鼓励呢 对 其实为什么要产观学研设有共同愿景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产业 当然就像您说的 对于怎么样调动资本来发展的地方 是比较善证的 但是呢 在地的这些社群啊 或者协会啊等等 他们让资本怎么样不要变成说 好像有负面的外部效益 不管社会还是环境的 怎么样把它转成正面的这个效益 这个是一些做社区营造的这些朋友们 特别擅长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共识里面一定要有产观学研设 这五个角色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要带动资本的力量 但是我们不要资本去造成一些 负面的外部效益 所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 从国发基金啊 花东基金啊的角度来看 这个就是投资替代补助 为什么呢 是因为补助的话呢 就会养成一个依赖性 但是如果投资的话呢 当然它就是要看民间 我们是跟头嘛 我们不是领头嘛 我们要看民间的资本 是不是也认同这样子一种想法 所以这个就是 以投资代替补助的想法 确实如您刚刚所说的 就是地方创生 不再让地方所谓的 仰赖中央补助的这样子一个习惯 可以把它改成是 地方自己创造出 自己的生态性 那万一发现在你们的机制里面 万一发现你们的跟头 其他民间资金 意愿别并没有那么高 这时候你们还 表示还没有共识 所以你们就会测 就表示还没有共识 我懂我懂 那这个没有共识的案子 你们就会怎么样 没有共识的案子 我们会派辅导 把他辅导到有20位置 就是说你们不会放弃 只是说要进一步再去帮他 想办法让民间资金 看到可以跟进的这个意义 另外我刚刚看了一个表格上 各个部会都会参与 那现有的各个部会的这些 在地方上的投注的这些资源 你们会把它整合起来 对 其实所有在地方的这些资源 尤其是科技导入的部分 包含我们刚刚说 就是普及国民 宽品上网环境 每个地方宽品就是人权 民生公共物联网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地方对于环境的影响 评估等等 有一些客观的资料 数据佐证等等 这些东西是地方创生的基石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其实我们不可能有共识 大家连这个地方 实际的情况什么 都没有共识的话 那更不要谈说共同的愿景 所以这些还是继续执行 并没有废除掉这些 就有的计划 只是说这些就有计划的成果 会用开放资料的方式 去在一个共用的资料库里面 让大家在愿景会议里面 能够就事论式的来进行讨论 那这个叫做 台湾地方经济分析资料库 简称Tessas 它会不会跟一些 现在的地方上面 我不是那么有把握了 这个问题 但我只是好奇 比如说农会的系统 地方上有一些 他们自己的某一些 长久以来一种共生的 共利的一些系统 然后会不小心的 发生一些冲撞碰撞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刚刚讲了两个 一个是发展地方产业人特色 那第二个是 就是解决人口减少的这个问题 让人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 然后愿意生小孩 那我想不管是农会 余会或者其他系统也好 跟这两个最大的愿景 应该是不抵触的吧 很难想象说一个地方系统 它希望那个地方人口减少 或者希望再跌产业 发展不起来 所以只要这个共同的价值 是共同的 我想这个路径本身 那个就是为什么要 慢慢的去磨出那个地方的公式 那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回答了 但它还有另外一个侧面 我也想问问看 就说在台湾现在 因为政党政治嘛 蓝绿的这种竞争呢 有时候还难免就变成 一种政党的恶斗 就换成说你做什么 我都要从政治的角度 选举的角度来想 这个会不会 有没有可能 在经过没有太好的沟通情况下 就被某一些政党批评说 你这就是布庄吗 你这个到地方上去选举布庄吗 这我要怎么去避美看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为什么我们是随到随胜 那这个后面有一个想法 就是不能叫做直接民主 可能叫做continuous democracy 就是一个持续性的民主 也就是说它是你每天都可以参加的 而不是每四年或每两年才可以参加的 如果是每两年才可以参加的 那确实啊 光是几月收单 马上就跟里长选举 马上就跟里长选举 产生关系 但是因为它是每天都可以收单 每天都可以去加以精进 所以从这个代义政治的角度来看 不管是里长也好 或者是县议员也好 对他们来讲这个对他们的政绩都只有加分嘛 没有扣分嘛 对他们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好像持续捐滴系流 一样子的一个活选 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他们这个开始介入的时间点 就不需要在他选前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做地方创生的时候 我们也是挑了这样子一个 就是各地一个比较平均的 然后呢 大家在提案的时候也可以了解到说 反正这个地方的首长也才刚选完嘛 所以至少有四年的时间 可以来执行这个地方创生案 让大家都会看到说 这个愿景是真的是共同的 而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党派的 所以挑在今年 而不是去年作为地方创生案 当然也有这个用意 好 我之所以后面补上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回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看政治党 政党政治看这么久了 其实我也必须要跟大家讲 表面上政党政治打来打去 骂来骂去 选来选去 可是事实上有很多的政策 它其实在政党的理督 很多政策都是在持续的 这个是我们看政党政治时候的一个常态 所以好的政策让它不分政党 能够持续做 这是我自己看台湾民主政治 我最期望的 我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 地方创生元年的这个好的政策 第一段广告 回来我们继续跟唐凤委员聊 而且待会我们还会加一点 他个人的一些休闲娱乐的一些事 我们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小现象 待会回来 好 欢迎回到帕不大国民 来 我们继续来跟行政院政党委员唐凤 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我们跟他这样子聊天 平常在办公室里面也访客很多吗 对 其实只要大家愿意就是这个 不管是采访也好或者是聊天也好 等等这些逐字记录 愿意上网 那这样的话我是来自不去的 你都是 再讲一次 你都是 只要是采访你都会逐字记录 不只是采访 也包含Lobby 然后也包含我自己作为主席的所有会议 整个过程就是让他透明化就对了 对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入阁之后 一共有3,553个人来找我 已经扣掉我了 3,552个人来找我 我们今天也在了 对 没错 然后一共讲过176,206句话 啊 就全部都做记录 对 那这样的话有什么意义吗 你觉得觉得它宣示什么样的意义 我想有两个意义了 一个意义就是说所谓数位正位 意思就是不止一位嘛 可以数十位 数百位 数千万位正位 那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说 我每一天到底看到什么样的资讯 所以我常常在某一个会议上 我做出一个决策 然后呢 之后呢 我就会收到这个PTT的站内信啊 收到email啊 说诶 正位我看你的逐字稿 我觉得你哪里哪里不对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做比较好 然后呢 我在下一次会议上面 我就会感谢这位乡民 真的提出很专业的看法 那当然我如果没有公开这个脉络的话 其实我不可能收到这些建设性的建议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让来lobby的人 他必须要为了公共利益而lobby 他如果是为了私人利益 但是对公益有害 他根本不会来找我 对 你后面这句就等于是 回应了我本来想问的问题 就说你当然是没有问题 可是来lobby 或来跟你聊天的人 他也必须要接受这个前提 再跟他聊嘛 对不对 是的 否则的话你不接受我一族字 这样全部公布的话 我就不给你 对 所以这我入阁的第三个条件嘛 就是所谓激进式的透明 好 但是这个好处是在于说 你证明了的确民主可以非常透明 可是他也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说不能够在这个整个体制里 不是所有的政务官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那有些政务官是非常透明 有些政务官他还是不愿意 还是保留了过去一些沟通的模式 那在这个状况下来的话 还是整体的政治不一定就会跟着改变 而且有时候说不定还够人玩呢 其实这个就像是在一个网路里面 可能有些人用苹果的系统 有些人用Windows系统嘛 那在不同的作业系统上面 本来就有不同的作业逻辑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中间怎么样子去互相沟通的那个界面 那所以呢 我自己因为处理的事物都是新兴的事物嘛 不管是青年的参与 不管是社会的创新 或者是所谓的开放政府 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怕人不知道 他并不怕人知道 他只怕人不知道 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 用这样透明的方法来协调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就像刚刚讲的 我并不会哪一天跑去找陆委会 或找国防部说 你们以后开会都要这样开啊 也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议题的性质 并不是所有的议题都适合这样 所以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不能够去接触国家机密 你讲的这一段 我很希望跟你再稍微多聊一下 但是我们这个聊 就纯粹从一个理论性的来推测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民主政治 它的发展 如果我们看这几百年来 它都是一直往前走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 随着科技的进步 价值观念的进步 社会的期望等等 民主的那个素质 还有民主的精进的那个程度 它会一直往前推 比方说我们现在会提到 整个的决策流程的民主 过去强调是参与嘛 对 现在强调是不只参与了 就算你进 我们普遍的参与 把你选进了立法院 把你选成了执政党 那你的决策 我们也要看到你跟过去 有什么不一样 没错 以及你为什么做 对对对 好 所以我现在就要讲了 从你的角度来看 我们从对理论上讨论的话 把一个决策的过程中 做一个透明的公布 它真的可以解决掉 很多不必要的纷扰吗 那对于那些 所谓的机密这件事情 难道就一定会 没有保密的空间 没有协商的可能吗 我是不相信的 但是问题是 它一定有一些做法 你会怎么样 从你的角度来 来做一些事宜 对 其实如果各位听众 这个有空的话 可以上我们网站 我们有一个网站 叫做oc.pdis.tw oc就是opencollaboration 开放式的协作 pdis就是我们 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然后.tw 那oc.pdis.tw打开之后 会看到42个案子 这42个案子 可以说是我们的示范案 我们对于这些案子 我们把整个政策 我们叫做政策履历 全部都公开 所以包含呢 一开始是谁提出 这个想法的 我们是怎么样讨论的 事前是怎么准备的 整个政策的脉络 所有的这些方式 都用新制图 议题手册 逐字记录 等等的这些方式 公开给全民去看 那这个就是回答 您刚刚的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信心 说民主 这个持续性的民主 是可以深化到 没有所谓的政治精英 来垄断 而是每一个部分的专业者 他都可以有贡献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在地方最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他也可以说是精英 或像有个设计师 他说 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从国水学的角度来看 很好用啊 但是从设计师的角度来看 并不好用啊 那所以在这个领域上 他就是这个领域的精英嘛 所以就不会像以前是说 你一定要被投票选进去 而是说 你可以号召5000人的响应 你可以号召大家觉得说 这个东西一定要改 那这个时候你就有平起平坐 跟事物观讨论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觉得回答您刚刚的问题 就是说理论上来讲 它的正当性是来自于说 它真正是会炒的朋友 不是要糖吃 而是愿意进厨房 他们这个意愿 一起来炒糖吃 这个意愿 这个意愿变成它的正当性 那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我们也要信任人民嘛 如果我们完全不信任说 你进来厨房就一定来捣乱 那这样到最后 也没有厨师愿意进来 所以我想这个信任是双向的 那在有一些议题上 您刚提到说机密的议题 政府是不是真的能够信任人民呢 那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是要看个案 好比像说 在我们最近处理的一个议题里面 我们处理到东沙岛 要不要开放观光旅游 那这个其实蛮有意思 因为有很多传速潜水的朋友 很多关心生态的朋友 很多做科学研究的朋友 都很想要多了解东沙环郊 因为真的非常美丽 那他们也怕说有人来做生态旅游的时候 会不会破坏环境等等 所以在这些永续发展相关的议题上面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透明的 即使大家都知道说 它同时还有活房啊 外交啊等等的这些意义 所以我觉得每个议题里面 你可以切出一些 我们叫做overlapping consensus 就是大家的共识能够聚焦的位置 交叠的这些位置 先不管意义形态什么 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的价值 就这些价值来讨论 这些以外的也许还是有机密 所以并不是单一议题 就一定可以或不能讨论 而是我们切除可以讨论的那个部分 好 我觉得这问题之所以重要 就是因为我们关心民主的人 其实都知道 答案有时候都不是一刀两切的 它其实都是渐进渐进的 而且每一次渐进都会让你发现到 原来有一些用机密之名 假机密之名 假国家安全之名 其实掩饰的很可能是个人的野心 或者是个人的贪腐 或个人的过去很多历史 中西历史都有了 所以我想我们只是告诉各位说 数位的民主它的意义也在这 既然讲到数位民主 我很好奇 你心目中理想的一个 Cyber Space的democracy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模式 什么样的一种境界 到最后 其实Internet这件事情本身 它就已经是这样子一种 直接民主的一种事件 因为我们知道Internet它的构成 其实并不是有一个主权 没错 然后去要求大家一定要follow 一定要遵守我们所谓的TCP IP 这些Internet HTTP 的这些协定 相反的呢 这个是完全我们叫做anarchistic 就是说大家提出一个想法 然后其他人觉得这不错 那我愿意想In 忽然之间 网际网路就形成了 所以从网际网路成立 一直到今天 所有网际网路的立法 都不是像我们之前的那种 由上而下的立法 而是任何人只要说 我觉得网际网路 往哪个方向演化 对我有好处 我是一个stake 一个stakeholder 跟我有厉害关系 我就可以写一封email 然后我就加入了 网际网路的立法行程的 一个过程 所以对我自己来讲 我从14岁的时候 就参加全球资讯网 这些行程 所以其实我接触到 第一个政治系统 是一个anarchic的政治系统 那我到20岁 才第一次有投票权 那次我记得是里长投票 我专程回到木栅 然后投了一票 然后我投那个候选人 就以一票显胜 所以我对代言民主 也是蛮有信心 对我来讲 就是这种持续性的民主 跟代言民主 它是互相逼强 好 可是网路民主 里面也有一个困境 就以假新闻为例 现在会让大家觉得 莫衷一事 有什么办法 能够在网路的世界里 真正确立出一个民主的价值 这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我自己是 绝对只用假讯息 这三个字了 因为不想要得罪 新闻工作者 对 我爸妈都是新闻工作者 OK 好 那我们行政院 对于假讯息的危害防治 其实之前 罗宾城政委 已经在院会后 记者会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阐释 那它里面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主动的部分 就是维护民主制度 建立自我防御工程里面 大家可以自己做的部分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试假跟破假 试假就是说 大家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呢 去想说到底为什么 有人要写出这样子的讯息 等于在你按转传之前 先停下来想一下 你可以想一下说 真的假的 其实有的时候 你只是停下来想一下 真的假的 它的那个感染力 就没有那么强 这是一件事 不要马上就出现 不要马上就按分享 分享以前先看 不要未看先转 那另外一个可以主动做的 就是民间有非常多的 像什么美玉仪啊 Cofax啊 Michael Penn啊 这个有非常非常多的 公民社会 台湾试试查核中心啊 在每一次当一个流行的 一个议题出来的时候 他们会主动的去进行 试试查核的工作 那这个当然也不是 透过行政院工部门的系统 所以试假跟破假 都是公民社会可以主动做的 那当然第二个部分 试假跟诚假 这个就是政府则无旁贷 好比像说 我们观察到 在选举全办法的时候 我们在捐献给一个 候选人的政治献金的时候 你必须要是国民嘛 我们不能接受 外国人的这个政治献金 而政治献金必须要公开 它有一个揭露遗物 可是我们发现说 你去买社群媒体 或其他媒体的广告 这部分其实外国资金可以买 而且也没有揭露遗物 所以其实呢 他外国的一些势力啊 他也不一定要 就是捐给这个候选人 这样反而会被查到嘛 他就直接帮他买 特定的讯息的广告 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 已经提到立法院 就是说 我们希望在选举期间 对于竞选相关的广告 就跟政治献金 一样高的这个规关密度 它只能由国人提供资金 而且里面的每一手 都必须要做充分的揭露 那我想各国现在都发现到 有这个漏洞 所以各国都在最近 一两年补上了这个漏洞 OK 好 我们今天这样访台 其实可以发现到 这个唐凤武委员 政务委员呢 侃侃而谈 东西也非常多 但我们时间的限制 我们大概就只能聊到 差不多这里 待会几分钟 我刚才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 我们来从一个 刚才我们发现一个 小小小小的一个动作呢 来聊一下唐伯委员 他自己平常的修行娱乐 好 最近一期的这个 Policy Foreign Policy对不起 Foreign Policy呢 跟那个Foreign Affairs 都是我念书时代 非常喜欢看两个刊物 那个Foreign Policy的确 他们每一年都会有票选一些 那一百全球一百大的 这个Thinker 这是因为选到了 这个台湾的唐凤武委员 自己敢想跟敢出 那是特别 对不对 对 其实是当然 对我们的一个鼓励 因为对我来讲说 思想其实都不是个人的创建 是群众智慧的结晶 刚刚你也可以看到 其实大概都是大家的想法 然后我把它凝聚起来 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想第一个 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 那第二个是说 其实我得的是 Reader's Choice 所以意思就是说 是在外交官 或者是外交政策人员里面 比较有知名度而已 那我觉得这也蛮好 因为这把台湾的一个独特性 就是我们正在做这种 生化的民族 这种持续的民族 这个讯息把它带到群世间 你怎么定义一个Thinker 我想一个思想者 他就是把各个不同的面上 大家不同的声音 刚刚讲到群众这个智慧 去倾听 那倾听为什么叫倾 就是你听到一个 你会倾斜嘛 觉得说 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 可能会动摇 那但是这个时候 愿意被对方动摇 然后呢 再用自己的话 把它在导正 再进入一个思想体系里面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思想工作 刚才唐凤 这种委员用到一个倾听 倾斜 其实我就知道 我在讲的 你讲倾斜的两个 倾听的倾斜 的时候 我想到另外一个两个字 就两人在聊天 聊得很开心的时候 我们叫促膝 没成谈 对 你看我刚才手上靠在肩 我的膝盖上 就整个人就会这样 在听你 在讲什么 其实这是一种 人跟人的对话 最美好的 对不对 对方有一些观点 让你倾听 倾斜过去听 然后呢 对方讲完了 然后你在讲的时候 对方也会促膝 跟你常谈 这是人间最美好的 真的 我想沟通 好的沟通 好的对话 应该也是在这里 我们也非常喜欢 台湾能往这里走 好 现在最后一个小问题来了 你平常运动吗 有 我有固定的运动习惯 为什么我刚才这样问呢 因为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 聊到这些话的时候 他就拿着他的戴着这个小小的Apple Watch 的示范一下 就一示范以后呢 把他收起来 我们准备录运 那个嗶嗶嗶 就一直响 所以我们中间还忙乱了几十秒钟 它上面有什么一个运动的软体 对 我用的运动软体是叫做7 就是它的符号就是一个7 7 那你在上面呢 每天它都会给你一个不同的 每天会换 对 每天会换 然后呢 你也可以选这个freestyle freestyle的话呢 不是rap啦 它就会去乱述的去给出 像这边 它有12个不同的运动 所以第一个就是你找一个椅子 然后踏上去 一个椅子就可以 对 然后再下来 那这样子一分钟之后 它就会再换再换再换 所以它7分钟就是总之让你流汗为原则 然后每次它就会跟你说 你烧了50大咖 60大咖 所以换来说 你只要在中午休息的时间 然后如果在办公室一个小小空间 一把椅子就可以 只要有一把椅子 它是唯一需要的设备 就一把椅子 7分钟完蛋的时候会汗流加 一定会汗流加 完全达到运动的效果 没错 哇 那你每天可以做几次 大概两三次吧 看情况 因为它7分钟很短嘛 它并没有像我们讲说 每次一定要三四分钟 跑去什么样 7分钟 但是分成三次 加起来也有二几分钟 没错 好 我今天时间的关系 跟场地的限制 否则好 哪一天我们应该到现场来 看看这个唐宫正委员 在休闲的时间 给我们拍一段 他怎么样利用办公室的椅子 来做运动 那个 这个有在推广吗 你有推广给其他 目前还没有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想法 因为运动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可是你在这么繁忙 或工作很紧凑的时候 真的要说 跑去跑一个步 或者是跑去健身房 游个泳什么 那都很夸实 主要办公室真的没有这些运动棋子 一张椅子就够 一张椅子就够 好 非常谢谢唐宫正委员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也非常希望 2019年这个地方创生元年 我们能够在未来第一季的时候 看到初步的成果 看到初步成果的时候 我们早就会再来给你来的 好吧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快乐 好 我们五点到七点节目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明天是周秋二日 祝福大家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